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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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Moxsir 今天會跟大家講的課題是 常見的力之中的發向力下集 在這一集我們會討論一個叫做 表觀重量的問題 為什麼這個問題會放在發向力下 而不是放在重力下 件事就是這樣的 我們之前就講過 在地球的表面 重量就是W等於Mg 其中M是質量 而G是重力加速度 如你所見 重量是一件相當簡單的東西 但是呢 人對重量的感覺 就是另一件複雜得多的東西 我們怎樣感覺到自己有多重 和哪個方向是向下呢 這件事是受到很多因素影響的 包括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 例如 你對重量的感覺 或多或少都會受到你看到的東西影響 如果你關掉所有燈 然後用一個很大的螢幕來看看這個畫面 可能會有一瞬間你覺得自己失去了重量 如果你有的話 這就是你的視覺影響了你對重量的感覺 在生理因素方面 科學家認為 對重量的感覺最大的影響因素 應該就是身體內部感受到的應力 而這個應力 就是由重量和發向力共同造成的東西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用一個最基本的情境來講解一下 假設你站在地上不動 在你站的期間 你是會同時受到向下的重力和向上的發向力影響 這兩個力就會嘗試將你按扁 但是 你身體內就有一些叫做應力的東西 會嘗試和這個重力和發向力抗衡 令你不會真的變扁了 這個抗衡的應力越強 你就會覺得自己越重 但是我不想太詳細地講解這個應力的東西 因為都蠻複雜的 為了令事情簡單一點 在多數的情況下 我們都可以這樣認為 就是 人對重量的感覺 主要是取決於來自下面的發向力有多厲害 這個發向力越大 你就會覺得自己越重 而這個發向力越小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自己越輕 你可能會問 那這件事關我什麼事呢 和你最大的關係 應該就是在你搭升降機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經典的表觀重量問題 我們嘗試想像一下 有一個人就在購物商場搭升降機 假設這個人由G樓上升降機 然後升降機向上移動去三樓 在三樓停留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又搭升降機由三樓落到G樓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裡 如果這升降機不是動得特別慢的話 這個人在整個搭升降機的過程 應該是會感受到自己的重量發生了幾次變化 具體來說 這個升降機向上移動的時候 這個人應該是一開始會覺得自己重了 而差不多到三樓的時候 又會覺得自己變輕了 反過來 當升降機向下移動的時候 這個人應該是一開始會覺得自己輕了 而差不多到G樓的時候就會覺得自己重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可以用牛頓運動定律來分析一下這個人的運動 我剛剛把原點定了在G樓 並且我選了向上做正 然後我就畫了這個人的ST線圖出來 現在我們就想像一下他的速度在這個過程中會怎樣變化 一開始升降機是不動的 然後他的速度就會增加 並且保持在最高速一段時間 在差不多到三樓的時候又會慢下來 然後升降機就在三樓停了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他的速度是0 最後升降機又開始向下移動 那麼他同樣首先是需要加速的 然後保持在最高速一段時間 在差不多到G樓的時候又再慢下來 這個就是他的速度 那麼他的加速度又怎樣呢 如果我們留意看看BT線圖的話 這部升降機向上移動的時候 他首先是向上加速 然後保持均速 最後再向下加速 然後他的速度就會保持在0 所以加速度也是0 至於在向下移動的時候 首先是向下加速 然後保持均速 最後向上加速 現在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我們知道 這個人的加速度是由他受的靜力來決定 靜力向上的時候 加速度就是向上 靜力向下的時候 加速度就是向下 所以我們就要問 作用在這個人身上的力 包括了什麼呢 我們又來數一下 首先這個人是有重量的 我們可以用W來表示 另外 另外 升降機的地板就會向這個人 施加向上的發向力 我們可以用N來表示這個發向力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我們就有FN等於MA 沿著垂直的方向 FN就是N-W 所以我們就有N-W等於MA 好 重點來了 現在有兩件事我要說清楚 第一 這個人的重量W 是由頭到尾都沒有改變過 一直都是等於MG 其中M就是它的質量 而G就是9.81個MS-2次 第二 第二 這個人對重量的感覺 是受到N的量值影響 N越大 他就覺得自己越重 至於N有多大 就是受到A的數值影響 如果A等於0 這個人就會覺得自己跟平時一樣重 如果A大於0 他就會覺得自己比平時更重 如果A小於0 他就會覺得自己比平時更輕 所以你可以回到AT線圖 看看A的數值 什麼時候是正數 什麼時候是負數 然後對比一下這個人在那段時間 對重量的感覺 在A是正數的那兩段時間 就是這個人覺得自己變重了的時間 在A是負數的那兩段時間 就是這個人覺得自己輕了的時間 這個就是所謂電梯問題的解答 好了 那我們來總結一下 如果別人問你 為什麼搭升降機向上 你首先會覺得自己變重了 然後又變輕了 你可以這樣回答他 首先 人對重量的感覺 是受到來自地面的發向力所影響 然後我們就要找一下這個發向力有多大 那個方法就是用牛頓第二定律 然後你就要計算數給他看 就是讓他看到N是等於W再加MA 所以這個人向上加速的時候 就會覺得自己變重了 向下加速的時候就會覺得自己變輕了 而在搭升降機向上移動的時候 這個人一開始是會先向上加速 然後再向下加速 所以他就會覺得自己首先變重 後來又會覺得自己變輕了 就是這樣 那麼 關於表觀重量這個問題 我就說到這裡 下一集我就會繼續介紹其他常見的力 而下一個要介紹的力就是摩擦力 那就到時見了 拜拜